短短五天内,美国纽约证交所针对三家中国电信公司的摘牌计划做出了前后矛盾的决策。 纽交所于1月4号周一晚正式宣布,基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指引, 不再推动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下市摘牌程序。 消息传出后,三家中国公司的港股分别大幅反弹7%到8.5%。 此前,在纽交所发布摘牌公告后,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股价曾一度出现下挫,撼动股市的同时,也连带了外汇市场。 纽交所的这份最新声明也在5号短时间内推涨本已一路高歌的人民币,创下了30个月以来的新高。 对于这个决策大转弯,纽交所未进一步说明确切原因,但是却引来了各路人士的分析揣摩。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短短几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促使了纽交所的巨变。 所有的猜测与分析无外乎两个主要的议题,第一,就是中国与华尔街的关系, 第二,便是美国围堵具有军工背景中企的决心与路线修正。 美国Owanda交易公司资深市场分析人Haley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怀疑纽交所从最初就不愿意摘牌这三家公司, 他们之前仅仅是依照行政令办事。 他补充分析说,针对行政令的诠释改变了,纽交所也迅速改弦跟章。 目前共有200多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市值总额高达约2.2万亿美元, 很多中国公司选择了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 还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 华尔街大体不愿看到美国与中国在金融投资领域脱钩。 他们列举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部分对外开放资本市场, 取消外资机构投资额度等限制, 立即引发美国金融企业投资中国的热潮。 随着特朗普政府任期激进, 虽然新一届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尚未完全明朗, 但是美国商界人士普遍私下估计, 对抗性贸易战方面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缓和, 所以,一向唯利仕途的华尔街, 是不愿意在这个政权交接, 一切政策都不明朗的情况下, 让这2.2万亿的总市值仓皇离场逃回中国。 除了华尔街的利益趋势, 还有就是与美国为中国之间国与国层面的抗衡。 有些人认为, 美国围堵具有军工背景的中企, 有利于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 因此, 此一决策或许面临修正, 未来必须改回迂回路线。 但长期而言, 即便是拜登总统上台, 也应该不会偏离金融围堵中国的大方向。 香港致意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令长念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国对中国发动高端晶片的科技战, 的确已经打到中国的要害。 但美国要阻断美国资金继续投资中企, 或不让中企继续在美股上市募资, 这类的金融战美国迎面不大, 因为华尔街人士会先跳脚。 针对纽交所摘牌决策之反复, 令长念说, 这就证明华尔街金融界是中国最大的朋友。 美国的华尔街赚了多少中国的钱呀, 如果没有中国的生意, 美国那他四分之一的收入都没有了。 所以, 金融界是第一个反对特朗普的政策的, 因为, 特朗普现在所有的幕僚, 所有的官员都是反华的, 所以, 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偏移, 不平衡的。 令长念认为, 纽交所去年12月31号对三大中国电信商的拆牌决定, 是特朗普总统下台前对中国的最新一波反击。 但此一决策本身不够理性, 首当其冲受到华尔街人士的反弹。 他期待, 新总统拜登上台后, 应该不会像特朗普总统一样, 再把中国人当作唯一敌人。 届时, 美中若重新回到互为战略伙伴的关系, 这类对中企的金融围堵政策应该不会持久。 而且, 他说, 中企若真的被逼得从美国下市回到中国上市, 也是好事。 为什么中国的钱要让美国人赚? 中国在去年12月生效的外国公司问责法的压力下, 已经加速撤出美股。 并且, 未来无法遵守美国审计标准的中企, 也恐怕无法继续在美国上市。 这种情况, 对美国来讲的确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保证了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 但另一方面将中方的很多财团拒之门外, 本来送上门的钱却拱手给退了回去, 这种感觉真是难以形容呀。